既然這麼心酸 為什麼當初還會選擇來台灣呢 對 是什麼姻緣忌諱 其實你知道我現在很喜歡台灣 但是我來台灣因為我被騙了 被我見女朋友騙了 那怎麼被騙了呢 因為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我的女朋友就是台灣人 你剛剛說你被騙嘛 永泰一直搖頭 你這個叫被騙 所以因為我的 女朋友是台灣人 我們開始大學畢業 她就開始跟我講 那你會不會想跟我一起去台灣嗎 我說台灣啊 我知道台灣這個國家 但是我就說去台灣幹嘛 怎麼那麼遠啊 她說你不是很喜歡天氣很好 說那台灣天氣怎麼樣 她說因為我一直抱怨 你知道我不喜歡天氣冷 我就說比較喜歡熱 因為我常常就... 鼻子過敏 所以她說台灣的天氣超級棒 跟新加坡一樣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上太陽 很熱 就我喜歡的 說欸 很不錯 那我跟她說 那哪邊找工作容易嗎 噗 外國人超級容易 她說好 那薪水好不好 噗 超級好 她說不喜歡你 蘋果好嗎 那個女朋友的態度喔 她說兩倍 她跟我說 在台灣薪水蘋果兩倍 我說那個時候 曾英國的薪水差不多十一萬 那我說 所以我在台灣可以找到工作 二十萬嗎 她說 很簡單 一天就找到了 很多人公司會找你 打電話給你說 她說那不錯 那我說你們在台灣不是講中文嗎 她說 我們台灣從小都講英文 去有字眼都選英文 真的是天大的謊言 對啊 其實她說英文 中文都可以 所以如果講英文 她有沒有告訴你 你的財產被檢察官扣押了 哈哈 所以我就想了 如果在台灣天氣很好 大家會講英文 很容易找到工作 薪水很高 然後當然很想去啊 嗯 那我就到台灣 5月以後到台灣 然後她是基隆人 然後帶我去基隆 下雨好大 你看一隻蝦雨 對對對 然後已經去到她的房子 冷死了 沒有暖氣 我就在那邊說 你不是說我天氣一隻日嗎 說這今天 今天天氣不好 你不要生氣 你去休息 我就捨不了 然後第二天 她去上班 然後就去外面買東西 而且她鼻子過敏 在基隆我一定證明 超慘的 對啊 哦 好慘啊 然後就早上去買東西 走一走 然後那邊看到阿姨賣東西 賣道菜 我就跟她玩Sandwich 一個三明治 蛤 哈哈 我說一杯咖啡 一個三明治的 蛤 然後她開始跟我講 我不知道是什麼 也不懂 我覺得不是講英文嗎 我就跟她講英文啊 她好像都不懂 是什麼問題 然後就去7-11 也去那邊 然後都看到 那邊就跟他們 已經開始講英文 他們也不懂 因為是基隆 台北可能也好一點 可是基隆 他們完全不會講英文 所以我就在那邊這樣 然後大家換給她 你不是說大家會講英文嗎 大家總是小校學英文 說有啊 你問 沒有的台灣人 總是小校都學英文 他們就很 很害羞 他們都聽到懂不敢 是 好 那工作呢 我開始找工作 然後開始看薪水 你不是說 你知道比英文兩倍 就20萬以上 我都看你知道 就是10萬 5萬 5萬 有完 哦 那算高的 高的耶 沒錯 就是算高的 她要給我說了 我跟她說 拿個薪水 叫5萬 我都說 這是算高的 你要馬上就跟她們說可以啊 我說 你不是說20萬啊 真的 真的 這會生氣啊 你會知道 我講一個 你可能會開心一點 我20年前 剛開始當小助理的時候 領2萬3 2萬5 現在剛入行的 也是2萬3 2萬 都沒有上誤 已經20年 動興20年 真的 那個時候我覺得 真的被騙了 可是因為跟女朋友關係很好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就習慣了 然後 對 就留下來 就留下來 也習慣了 哇塞 也就是走不了 也覺得台灣現在也滿便利的 其實我是來到台灣 因為我認識我老婆的關係 我們交往差不多一年後 我就跟她一起來台灣 然後我就愛上了這個地方 我一開始以為 她會跟香港很像 但是完全不同 都很好 但是我完全被台灣吸引了 對 然後比如說 就是台灣的生活費都很便宜 然後就是台灣人都很熱情 對 然後我覺得 台灣是個很安全的地方 我覺得比美國還安全 在美國真的 大家都應該知道 美國是怎麼樣 看到新聞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 台灣比日本還安全 我是說真的 真的啦 這個應該是差不多 兩年前我在大阪 然後有一群男生 他們喝醉酒 然後他們就鬧了 然後他們我跟我朋友 他們想來揍我們 我也沒有揍任何事情 他們就是 這樣子 但是我在台灣我沒有遇到 是 所以我真的覺得 台灣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對 你還沒有遇到過 對 還有幾個地方 可以介紹女婿 好了 不用介紹 想說她想要體驗人生嗎 不用 她講的是沒錯 就是可能在表面上 日本可能比台灣安全一點 就是像交通工具 或是有沒有建設器那些 但是我就在日本的時候 我沒有覺得像台灣這麼有安全管 像我在日本的時候 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常常弄丟那個錢包跟手機 是個俠掛嘛 那時候我就 我在日本丟過四次的手機跟 還有兩次錢包 連一次都沒有收回來 認真 認真 你怎麼了 真的 就笨大 那我來台灣之後 我去年 我在公圈賽一次丟了那個錢包 還有一次在公園 丟了那個手機 兩次都有人幫我撿回來 然後送到那個警察局 都說回來囉 所以我覺得台灣比較安全 有 這樣比較好 對 我來台灣的 大家也知道為什麼我過來 那因為那個歌唱比賽 真選在新加坡嗎 而且我是最後一個被選到的 所以我花不到一小時 就決定了我的人生 對 那個時候就是 爸媽是滿反對 因為我大學讀到一半 讀到一半 而且如果我不讀的話 我浪費二十四萬台幣 對 一學期 對 而且我已經快考試囉 我已經讀到 快結束了 然後機會就這樣子來 我就想說 不要浪費這個機會 就馬上就... 反正如果我去比賽的話 如果唱不好的話 我就會被 遣送回新加坡 遣送也是沒一個 真的耶 我們七個人 然後有三個人 一沒過關 隔天收拾包覆 就回去了 他也不給他多住耶 對啊 因為多住要給錢 那也是 馬上就回去 所以我那時候就告訴我自己 要嘛就一來就走 要不然就要留到最後 結果就沒回去了 對 就一直到現在你看看 圓了一個歌手夢 只是一個緣分 我其實那個時候 想要去的是日本 畢業的時候 我想要去的是日本 但是我看那個 學校的學費太貴 然後那個交通費啊 我做一個大概計算 覺得我的儲蓄不夠 那我第二個選擇是大陸 大陸我發現那個 簽證也很麻煩 然後學校 學費 租房子也很多麻煩 那時候我有一個學長 巴塞隆納次治大學的學長 在這裡 跟我說不用簽證 然後學費便宜 人很好 生活費也很合理 那我就說 好 暫時去台灣 把中文學好才去別的地方 那個時候我的家人 一直跟我說 你要去上海 上海現在那個經濟的發展很快 你可以找到一個高薪的工作 但是他們這一點是沒有考慮到 我的目標不是高薪的工作 是不工作 那 什麼東西啊 不好意思 你知道自己在聊什麼嗎 我剛才還在想說 哇塞 這是我錄影這麼久以來 第一次聽佩洛羅那麼震驚的 在講一段故事 然後就好奇啊 我有朋友講說 其實台灣好是因為台灣很包容 就是他們 其實我有一些韓國朋友 他們覺得很奇怪 就說為什麼台灣就是 跟韓國也好 跟日本也好 這他們比較不能夠理解的這樣子 因為我有幾個朋友 他們是來台灣 我說你們來台灣幹嘛 他們說他們來台灣 他們在開 我想說 來台灣開果汁店 是三個朋友一起來台灣開 我就說 可是你怎麼會想要來台灣呢 因為老實說你台灣你賣的價錢 你也不可能像韓國一樣賣那麼高 那你為什麼不在韓國開呢 他講說 在韓國真的開店太麻煩了 尤其要是你不是那種大企業的 因為他們說他們韓國那種大企業 他們連你的可能就是食衣住行 所有東西都包 他說你在韓國想開店的話 可能只能開炸雞店 然後生意未必會好 但是他們在台灣真的不誇張喔 他們開了之後 我那時候還有幫他們 一起想飲料的名稱 他們後面一看你知道 生意好到不像話 就是大家發現是韓國人 然後因為台灣也還滿接受韓流的 對 他們就一開 結果你知道就生意好到爆這樣子 我有講過 那個發生三一大地間的時候 我就是就在地間的中心嘛 就是一個收在戶 那時候很多台灣人 真的是很熱情的幫助我們 就是在很多方面 捐館方面 捐鮮活用品 捐器的東西都有 那那時候因為我很感動了嘛 我就覺得想要更了解台灣 到底是怎麼樣的國家 後來我到了第七、三歲的時候 第一次我跟媽媽一起來台灣旅行 那時候很多人都跟我說 你們現在還好嗎 還需要我們的幫助嗎 然後印象最辛苦的就是 那時候我遇到兩個 跟我差不多跟我一樣的小朋友 他們都跟我說 那時候我們都是 拿自己的零用錢 捐給你們 我那時候真的很感動 就是沒想到世界上有這麼 溫暖的國家 那為什麼這麼感動 是因為捐港方面 台灣是全世界第一名 台灣把我們... 捐了兩百九十億嘛那時候 對... 其中六十億是政府捐的 其他都是... 對,都是來源都是人民 並不是政府就是... 強量嘛 第二名是美國 比美國還多的金融 你看這麼大的國家 小氣就不要談了啦 對... 那時候就決定 我馬上... 所以如果那時候 如果捐款第一名是美國 你可能就去美國了是不是 不會 你是這樣的人嗎 永泰 我喜歡台灣啦 對 因為我很喜歡台灣 所以來這裡 是 他也就決定在這邊待下來了 對 也在這裡 就是台灣是我一輩子的活棒 對啊 對,不會批腿 是... 也在這裡交了他第一個男朋友 不是,第一個 誤會... 不好意思... 葉莉姐,我有自己的 一個親身的案件 是我們就是之前的朋友 跟我分享說 他的住戶 他收到的他的價錢 是一萬多塊的水費 他想說 他們家也沒有噴泉 為什麼會有一萬多塊的水費 結果後來他... 會不會家裡的院子有水舞 是水舞間 水鬼了,水舞 然後他後來就是找那個 建商公司來看 結果發現呢 因為他們家外面有 果然... 你看,水舞間 有,不是... 他們家外面有 造景的假的噴泉 然後... 所以他家真的有噴泉 對,那個噴泉不在他家 是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可是用他們家的水 所以後來知道之後 趕快把這個水切斷 然後鑑商還滿好 他把這個錢賠給他 對,因為他們犯了疏失這樣 那鑑商就是故意的嘛 我剛剛講那個案例 純粹就是自來水公司算錯了 純粹就是算錯了 可是如果你不去找的話 他就也不會知道,對不對 可是... 500多萬,誰不會找啊 誰不找啊 也是喔,也是 是,好,下一位 三百八十七號,請到四號櫃台 不要 我這個月收到的我的那個電話費 沒有帶單據,沒辦法繳喔 我...我有單據,我有單據 請問你有帶身分證嗎 有,有帶啊 有,有帶喔 有,有帶喔 可是我就是平常就是付的那個電話費 都是固定的價錢 就是網路吃到飽啊之類的 可是我這個月收到的那個電話費 我就發現了 就是一筆錢 我覺得好奇怪 他是在那個站單上面寫這一句 他網一般的簡訊費 還是他的網是寫媽 在聊什麼 媽媽傳過來的簡訊啦 對啊 不是,我是覺得好奇怪 因為我們現在網路那麼方便,對不對 有好多火車,不要來啊 微信什麼的 我們就是反對訊就是免費的 因為是包括在網路吃到飽的部分 所以為什麼他就是要 寫我這個多6.96塊台幣 我覺得好奇怪 6.96 四捨五路大概七塊錢就對了 就算七塊錢啊 就是說他現在七塊錢 他用我們這個公共資源 在這邊鬼扯是這個意思嗎 我這個十塊錢給你 但你這七塊是什麼 對,我就覺得好奇怪 就打電話跟那個電話 因為你沒有傳簡訊嗎 沒錯嘛 所以我就打電話 你要不要去關鍵時刻跟寶傑聊 是的,寶傑 可以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不爽 因為這個七塊也可以變成七百塊 你如果不小心的話 我後來就直接打電話給他們去問 我為什麼有收到這個 他網已頒簡訊費 6.96塊 後來他們跟我解釋這個東西 就是我可能上個月 就是通過一些網路的平台 比如說Google 或者比如說我的E-mail 他們會有怎麼樣去申請那個 驗證碼 不是有那個 有些說 有些說 對,他們會傳給你啊 對,他們會傳給我對不對 對啊 他們是傳給我那個密碼 然後就是我要付費啊 當然你需要密碼啊 因為... 因為... 這個要錢是不是 沒有,因為比如說我跟你跟賈斯汀好 賈斯汀是電信業者 可是我是要... 我現在傳簡訊給你 你要傳回來給我那個驗證碼嘛 是要透過第三方 所以不關他的事啊 是確實要收錢啊 要收錢啊 如果... 對我了解來說 巴西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現在在用你的平台 就是我是你的客戶 我基本上就是用你的客戶 你就是會有貼好多廣告給我看嗎 基本上你在賺錢 就是應該是客戶去吸收那一個 對,這個應該是Google平台 還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個公司 發給我的那個卷訊區 Double Check我的帳號 比如說富邦今天要傳給我這個 這個費用可能富邦就要吸收 是,騙證碼的部分我不太確定 但是簡訊的部分我很確定是 比如說我今天要發簡訊給... 比如說給對面的來賓好了 那發簡訊的人要付費 可是收簡訊的人是不要付費 這個是確定的 那至於就是其他他網 他網比如說我是辦中華電信 然後比如說舞陽是辦這個... 台客大 台客大,好 那因為我們是不同的電信公司 我們傳簡訊一定是要付費用的 可是現在電信公司競爭很激烈 如果是網內互相傳簡訊 你可以設定幾組是不用付費的 對 設定幾組 那每個電信公司 它的規則是不一樣的 還有就是傳簡訊的費用怎麼計算 其實滿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現在最新的制度怎麼樣 但至少在去年前年是 一則以三十個字來計算 也就是說如果你傳簡訊 三十個字以內就算一則 那如果你發簡訊 你的字很多什麼 我超愛你 然後舞陽我超愛你 我就是愛你 十四顆顆都想看到你做之類 不會有這種簡訊 知道嗎 老師方是不小心告白的 我其實舉例了 我們也祝福燕麗姐還有舞陽 我有感覺到 謝謝 感覺到 如果說這種簡訊是五十個字 雖然你只有發一次 但是電信公司就會 對 算這個計費就計兩次 這個是我在巴西 就是十八年前聽過的規則 所以我們就是會發很短的端選 現在沒有了 但現在其實很少人在發簡訊的吧 不好意思 下一個客人如果要來申訴 可不可以超過四塊跟七塊 再來我們自己聊 我有 我這個九十九 這個還OK 這個就是之前很多人去申請 在買了新手機之後 他會問你說 你需要設定來電達靈嗎 對 然後大部分人就會覺得 還不錯就可以 有一些現在是說送的 送你一個月來電達靈 他會送你一個月 然後你如果要取消的話 你要再打電話去跟他取消 對不對 然後重點是你這輩子 你永遠都聽不到來電達靈 因為你每次不會打給自己 所以只要人家跟你講說 你可能買手機買了一陣子之後 你發現你可能覺得說 你現在都沒有用這個東西了 這個來電達靈了 突然之間你朋友說 我最近聽 你手機是蔡依林的信哥耶 然後你就說 我不是取消了嗎 你還仔細的看你的帳單發現 你每個月都有繳之九十九元 然後他就跟你講說 沒有 因為我們第一個月是送的 如果你接下來還要繼續 不要使用的話 你要打電話過去取消 但是通常一個月過 大家都忘了 誰會為了這九十九塊去取消 我就是這樣 你會取消是不是 不是 之前你去辦大哥大麻 還是辦什麼 他就是會說 我們送你網路書成一個月 或是說看你可以看什麼APP 可以看半年 對 我說真的謝謝我都不要 因為之前我也是遇到過這樣的事情 忘記 忘記取消 忘記誰記得說這樣 沒關係我們這送你 不用就算啦 不用沒關係 你就不要下載就好啦 好了 半年過去了 真的又 怎麼有收費 對啊 又忘了 我又打去說 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 我也是很尷尬 我們當初已經說不要 而且這個APP 我連下載都沒有下載 不要說看了半年 我一分鐘我都沒有看過 真的 可是他也是沒辦法啊 最後還說 好 那我看怎麼樣 可以幫你取消 但是如果你沒有打去的話 還是要收費 是 哪一家要收費 你給他講出來 其實大部分都有啊 現在有很多APP也都這樣子啊 對啊 他第一個禮拜 可能跟你講說free trial 而且他不會跟你講 後面收多少錢 對 第一個禮拜真的是免費的 等一下後面你沒取消 就每個禮拜 每個月 這樣一直哭 我跟你講我有一天也就是仔細的 真的有仔細的在看帳單 那個訂閱那個區域 然後我就覺得說 天啊 怎麼有多這麼多的 這些無謂不會到的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後來打電話去 跟那個 那個人很好 他就說 你看你要不要檢查一下 我教你怎麼滑那個手機 檢查程序 看你的應用程序 我後來發現 說有好多應用程序 至少十幾二十個我都沒在用 然後每個月在收錢 每個月在收錢 對啊 然後就把它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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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現在大家手機 我已經省了五十塊 這麼多應用程序 沒有超過九十九的 不要聊 不是在做九十九的分開 你帶九十九了耶 最近安東他就吵著他要上學嘛 然後因為就他要上學 我就開始查了一些 關於這種上學的事情嘛 我才發現台灣在上學 這些學費用好多喔 而且好多的好奇怪 我就覺得 蛤 這些也要教喔 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去那邊 然後他們就是給我們 一個這種 一個一個張單嘛 你知道嗎 然後這邊就是些什麼 材料費 活動費 午餐費 點心費 交通費 保險費 家常會費 那你都不要繳 就安東每天坐在門口就要 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 這些就很奇怪 沒有 因為是真的 因為比如說瑞典 因為我們瑞典 上學就是完全就是免費 我們沒有學費 然後其他的都沒有費用 活動也都是免費啊 然後交通巴士也都是免費 那個午餐也都是免費 全部都是免費 然後我就看到了 我覺得好奇怪喔 然後我就像是我們去學校 然後跟老師那邊 就問一些事情 跟萬一這種上學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要問他一些這些 那我就開始問他 那這些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那個老師 他可能就是覺得 我是想要就是省一點點錢 然後什麼 然後他說 你不要 你不要無餐費啊 點心費啊 那沒關係啊 我把它扣掉啊 但是這樣子 你每天都要來送便當啊 送點心啊這樣子 我就說 他威脅你啊 就威脅我 然後我這樣子 就沒有問他這個 家常會費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一直覺得 家常會費到底是什麼 就是你去他們有時候 會辦一個派對跟家常 他們會準備一些東西 然後你去的時候 你去你就是要付錢 不然就不要去了 就給你喝酒玩樂的一個機會 而且你家 我一百塊可以喝酒吧 沒有沒有酒 家常會費一百塊嘛 他已經在剛剛九十九塊 你已經多一塊而已 請不要聊太多 沒有咧 你天天雪嬌 特別要什麼活動費 都要一千多塊啊 材料費 欸 為什麼小孩的課本也要買 好奇怪喔 小孩的課本不買 他去上什麼 所以學校有提供 你們的課本不用買嗎 當然不用 我剛剛說了 在瑞典一個小孩要去上學 一塊錢都不用付 沒有 所有的錢都是政府 那你們國家福利 是政府國 對啊 因為我們現在也是啊 課本本本來就是要錢充 印刷這些東西 材料費也是另外算的 國立 市立 小學都有啊 對啊 而且有的時候 他那個學雜費 會比學費要高個三倍 然後你都不好意思 到底這學雜是有多雜 可以達到這麼多啊 我想問你們 好 你今年你要買這個課本給他 那明年要再買新的嗎 對啊 不然難道你一直上一年級的課本嗎 你知道我們上學 我們都開那個書 老師如果給我們每個人一個課本 我們看裡面到底有誰 有拿過這本書 對啊 我們就是大家一起用的 它像圖書館那樣啦 誰有去借書後面有寫啊 對啊 因為你每年就換新的書 對啊 可是我以前在瑞士也是這樣啊 他的什麼住宿費 學費 跟學雜費 活動費 什麼都分 那有沒有其他各國 其他國家的這個天賦異稟 讓你們非常羨慕的有嗎 有一個就是覺得說 是因為像很多亞洲人啊 他們通常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會看起來比我們年輕 那我也是就是 好像就是有一個什麼 一個一個基因啊 然後這個就是皮膚 曬一樣的太陽或什麼 就是我們的皮膚會比較老 比較快啊 什麼的 然後會影響到我們的整個這個樣子 外觀 所以我們就會看起來比較老 那這個就是因為是說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二十出頭嘛 然後那時候 我在外面 大家都以為我是大概四十歲 What 對啊 真的啊 然後真的 就是會 很多人就會猜我 比如說那種四十歲的 然後我就覺得很離譜 然後就很誇張 因為其實我剛才台灣 也是有一點威胖啊 沒有 他們就是比較成熟 你看十二 三歲 看起來就很像大學畢業 對 那時候我就是比較 我比較威胖一點啊 所以沒有那個生子 所以就是有一點那種 可能就是比較那種中年級的那種樣子 然後加上我們就是比較老比較快 所以大家都會以為我比較老 因為後來我也是認識一個 跟我同年齡的一個朋友啊 一個台灣人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們都 兩個都是二十二歲 我們出去就認識一些朋友什麼的啊 每一個人我們猜我們的落差就很大 因為他們都會猜他 可能就是那種大概二十二到二十四歲的那種 我就是接近四十歲啊 三十幾歲那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還有他這個朋友的 他的二十四歲生日 那我就去那邊啊 我那邊包廂裡面也是有一些就是女生啊 然後剛好他們就是 大家都是想要討論一下 那你們就是喜歡什麼樣的男生啊什麼的 然後就是有一個女生 他就是說了 他就比較喜歡成熟一點的男生啊 像馬丁那種三十幾歲的那種 然後我就覺得 明明就二十二歲出走啊 你才二十二歲 沒有 二十四 二十四歲 他二十四歲的時候我就也二十四歲 二十四歲啊 然後他們就是覺得我是三十幾歲啊 我就這種 對啊 就不公平啊 你現在到底幾歲啊 我現在在三十 三十 你現在三十 我剛剛還想說他三十二耶 我剛剛想說他也快四十了 對啦 不是 他還是馬丁又來了 沒有 我本來是說 就是馬丁說的是真的 因為昨天我去租外景吧 就是瓜哥的節目 然後我帶我妹妹去 然後我們不是有租 瓜哥那個生日快樂嗎 對 然後我妹妹就是有一點嚇到 然後為什麼她嚇到了 因為我就受了瓜哥的年紀 因為我妹妹是死不相信 真的不相信 她覺得太太太年輕了 我覺得外國人老得真的很快 比如說就是二十歲的女生好了 她很美很美很美 真的是很像娃娃一樣 但是過了差不多五六年 她開始有點變化 變化得很快 所以我就覺得 還是亞洲人比較好 這種方面的話 對 我覺得可能跟她們的妝 跟打扮也有差吧 對啊 可是 影子也有關 我覺得老外女生可能 她們比較早開始打扮 可是到了真的是後面 就是不知道是保養的問題 還是曬太陽的問題 因為像之前我有朋友他們就是 一些研討會 有些小男生就是一起來台灣 然後說去幾次之後 就有兩個男生 就是很現隱情 你看她很開心 不是 因為我覺得有點離譜 因為他們是研究院 碩士生畢業 然後來台灣 然後繼續專研東西 然後他們就很殷勤的時候 我就說 我比你們大 然後她就說沒關係 他們喜歡成熟的女生 我就說 我的年... 她們才26 我說我年紀可以當你們阿姨 她們就不相信 她們就以為是說 為什麼要這樣 拒人與千里之外 然後後來我是拿了 我的護照影本給她看 她說1977 我說對 1977 是不是應該叫阿姨 因為我們已經40出頭 她們26 然後後來她們才說 她就說你們亞 台灣女生都是妖精嗎 然後就說大部分是喔 真的 對 你看不出來 因為他們40 比馬丁大一輪耶 有到一輪 他19... 他30 他42 對耶 你找縫隙 你就是要來錯誤 就真的看不出來 盧學瑞也比馬丁大啊 你不要講別人 你幾歲啊 我1978 1978 對啊 1978年 你也大他一輪喔 對啊 這個時候他就說 他看起來真的比較年輕 盧學瑞也看起來像大學生 但他也比馬丁大啊 他32耶 他娃娃臉啊 就是憨靈啦 憨靈 就除了小梁哥以外啦 怎麼樣 小梁哥保養得很好 八十幾歲還能這樣 我硬朗 怎麼八十幾歲 我還沒進老票咧 很硬朗耶 蠻硬的 對啊 我覺得巴西人 很會跟陌生人聊天 都不會尷尬 都不會覺得害羞什麼 個性 像歐國人 我們的問題就是我們 隨便聊的話 被其他德國人會覺得是 有心機或是 做作或是什麼 可是巴西人怎麼樣 好像都覺得很自在 像我之前去派對 那菲丹尼也在那邊 那菲丹尼就很厲害 他可以跟陌生人聊得很開心 他一直在笑 我不知道是假笑還是 還是 還是是 我跟你講 菲丹尼真的很愛笑 膠點非常的低 我每一次在健身榜 然後呢 我在這樣運動的時候 然後有時候 有些動作要看鏡子 那一看鏡子 我就看到菲丹尼在後面 這樣 看什麼 怎麼叫整部片啊 五時五刻 我這心裡想說 你直接笑殺腳 到底健身有多快樂 他印象是多麼的開朗 比如說他一個人說 菲丹尼好久不見 他說 對啊 可是有那麼誇張嗎 可是這個是會認識 讓對方覺得 哇這個人很棒 我喜歡 那我因為身為德國人 我就沒辦法做這些事情 如果你在德國那樣 他會覺得 你瘋掉了嗎 我自己認為 這是我的看法 就是巴西好像一個鍋子 一個火鍋 然後其他的巴西人 都是不同的料理 這麼說呢 除了巴西的原住民以外 所有巴西人都是混血 沒有一個不是 我爸爸台灣人 那媽媽呢 媽媽的爸爸是希臘人 那比如說菲丹尼 菲丹尼也是來自意大利的血統 所以我們巴西人 其實沒有一個什麼是 你是什麼巴西人 黑人 黃人 紅人 是我們巴西全部都有 除了日本以外 最多的日本人在巴西 除了意大利以外 最多的意大利人都在巴西 所以我們就是這種小時候 就是會在同一國 接觸好多不同的網話跟國家 我覺得這個比喻很厲害 因為你這樣講 我覺得德國人就是很像 雜糧黑麵包 安甘苦苦的 硬硬的 嗯 那安祖你覺得咧 我很驚訝 到現在沒有人還講到 所以我要講 就是我很羨慕台灣人 我很羨慕台灣學生 或者相伴族的人 就是我覺得 超會做筆記 比如說你去上課 然後有老師在講話 然後他在講一大堆東西 他說我講到這個 對 還有這個 對 然後這些台灣學生 他們停進去 然後他們很邏輯去想 老師大概在說什麼 然後他們很劇情 都想好了 然後他們寫出來 而且字非常好看 就是很清楚 而且他們寫得很清楚 真的很清楚 而且他們的英文字 比我寫得還好看 因為美國人寫字真的很醜 對 對 真的很奇怪 我覺得台灣人有些 寫英文還蠻好看的 而且美國人連寫數字都很醜 什麼二 五啊 我覺得他們那個筆不好耶 NO NO 剛可怕的是美國醫生 美國的醫生 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寫什麼 對 真的 而且除了筆記還有日記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這樣 可是我爸爸就是 我覺得我爸是真的有點變態 太誇張了 因為他是從 到巴西的那時候的 第一年到14年 在那個 我們有一個 那個 方數的地方 每一年有他的日記 每一年他都有寫每一天有幹嘛 有幹嘛 然後我覺得是真的太厲害了 然後他就說這個很有幫助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是我們會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然後他就會回到 喔 沒有 你沒有跟我講過這個 然後會怕一個日記的 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 喔 對你看 你是這樣子發生的事情 對 好強喔 其實我也覺得台灣的學生 真的很會做筆記 也包括韓國就是亞洲人 就我覺得比較細心 真的 但是有一個 共同點 因為我相信很多大學 台灣的大學朋友都認同 班上只有那幾個 會做筆記的人才會 比較會做筆記 然後下課了嘛 像就是我們 像我們這種 不太會做筆記的人 直接跟他借就可以了嘛 都是這樣的啊 說實話都是這樣的 以前還有人要賺外塊 在賣筆記的 有有有有 對啊 然後那個寫字 但是寫字這個部分 我真的認同 台灣人寫什麼語言的字 都很漂亮 因為我之前叫一個學生 就韓文嘛 就是朋友嘛 然後就是 我每次叫他做那個功課 然後他寫的字真的比我還要漂亮 然後我就覺得很丟臉 因為我是韓國人 然後我寫的字很醜 然後連我自己都看不懂 有的時候 因為中文字真的算裡面 最難寫的吧 對 非常難寫 對啊 一筆畫 我自己羨慕的就是 來自非洲的黑人 因為巴西實在太多了 我住在巴西北部 基本上80%以上的人口 都是來自非洲的黑人 那為什麼很羨慕他們 因為他們在跑步這一方面 運動這一方面 是真的特別厲害 而且我小時候是不知道 那我為什麼會突然知道呢 因為我記得我大概 國小 國中 突然推那個跑步很有興趣 就是我們的學校 有一個很大的那個跑步圈吧 然後我就看到 大家在那邊練習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第一個 我不用了費太多錢 我就買一個鞋子 我每一天跑 每一天跑 就可以學一個運動 然後那個學校會辦好多 學校跟學校的那些比賽 然後我就報名了吧 學校的那一天 我是真的執行滿滿的 然後 BRI GO 這麼前面有賴也多人 有賴也多人 那最後我是大概第四 第五名 前面都是黑人 都是黑人的同學 然後我其實第一次看到這個畫面 我就沒有什麼印象 我說好 我再繼續練 我記得大概那一年 我比了四次 幾乎前上面都是黑人 天生優勢啊 而且你們看到 我們巴西的足球隊 基本上我有一個白人的 音響上歌就是卡卡 除了卡卡以外 基本上都是咖啡色的黑人 這在我們巴西的足球隊 真的是天生優勢 對 就像是我們原住民 也是都體育很好啊 是 還可以 對 體育比較厲害 棒球 籃球 對 你說到這個 就讓我想到 就是我國小的時候 我國小的時候 幾乎大家都是白人 對 然後我們每次有 比賽要賽跑什麼的 每一年我都會得到 第一名或是第二名 但是我沒有想到 為什麼 我從來沒有想過 可能是跟我學童有關係的 真的 哇 驚訝 就是意思說 他好像在吃蛋糕一樣 這麼簡單 你們以前真的跑步的時候 得名都是黑人比較多 對 真的 現在就是最想要 希望自己可以做的東西 就是唱歌跟跳舞 可是我都不會 然後感覺黑人就是 不管怎麼唱啊 還是不管怎麼動啊 他們就很會跳舞啊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 好像是那個什麼 就是他們的那個身體 就是骨骼跟那個肌肉的發達 是比其他的人還多 所以就是 別人說 我們就不會跳舞啊 不會唱歌 像我會做很多運動 是還蠻厲害的 例如說花雪啊 什麼塞車 這種東西衝浪 就沒有什麼問題 本來就是以為說 跳舞應該是小case嘛 那時候我剛才來台灣的時候 然後我在台中 有一群朋友只想要去學那個跳舞 然後他們說 你要不要一起來學 然後我想說 應該很簡單吧 來吧 我們去學 然後那時候就是學那個什麼 popping跟locking 這很我的 厲害啊 可是就是 不管怎麼樣 好像我已經學了好幾個禮拜 然後我還是 就是好像 身體不息這樣 然後就沒有辦法 對到那個 就是 自己的身體就是會做 就是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那個想法 然後去唱歌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黑人 黑人在那邊 然後就可能是有一些女生在旁邊啊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亂唱 然後黑人就拿microphone 然後那個格神就出來 然後所有的女生就 這樣子 好像注意到他 然後就覺得很不公平嘛 就很刺激的就是不公平耶 我最 最討厭黑人就是這個點 我們就沒那巴 可是黑人是真的 真的很會唱歌耶 天生音感 對 因為像 就是我那個雅馬加的那個姐夫 他唱歌就是好聽 可是他的弟弟 那時候在婚宴上一唱的時候 我真的是嚇一跳 因為其實在場全部都原住民 原住民已經很自豪說自己 多會唱歌 然後我就算是原住民裡面 很會唱歌的那種 所以我就是 原本都是 在那種婚宴的時候 一定都是派我上去的 結果後來那個雅馬加的那個姐夫 一派他弟弟上去唱 一唱之後 我真的是完完全全 我覺得是不敢上去的 因為他的那個音啊 就是音域很廣 而且那個轉音 因為我本來就是 很愛唱這種R&B的東西 可是他們是天生的 對 他們就那種 I keep on falling in 太強了 對 我都已經覺得 我自己這樣很厲害了 他們可以轉20個這樣 對 沒有練過嗎 都沒有練過 天生的 我不知道啊 安主 安主你會唱像 他這樣的轉音嗎 一點點 我可以示範一下 好啊 你示範一下 真的 我可以站中間嗎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 我們可以 來吧 1 2 1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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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2 3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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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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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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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1 2 1 很好聽啊 真的好聽啊 不幸江勳唱給你聽 其實我也覺得非常羨慕外國人 因為我來這個節目之後發現 我最羨慕馬丁 馬丁的比例真的是模特的代表 就是那個典型的模特的那種 就站起來就很高 而且頭又很小 對 馬丁頭超小 頭超小 你們都搞錯喔 真的 因為我其實也是以前就是覺得 就是說我可能就是高啊或什麼 但是因為每次我就是站在 因為應該是這樣子說 你們亞洲就是最羨慕的 你們覺得這時候要美的是那種 九頭神嘛 對 我差很多 你沒有到九頭嗎 我昨天就量了我的頭 然後就發現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的頭25 我19 這樣子 我這樣子才7.6 7.6頭 你褲子好短喔 我不知道今天要這樣站起來 我是運動褲耶 三顆 三顆 幹什麼 四顆頭 五六七 7.6 7.6 7顆頭而已啊 因為其實我的頭很長啊 我覺得我們亞洲人就是羨慕 那個西方人 就是白種人 他們黑色素比較少嘛 因為我們就是喜歡白 然後我以前有一個 這不是好處 你們當然不會覺得 因為你們是白種人啊 我們黃種人我們會羨慕啊 什麼一下都不會黑色素沉澱啊 對 我們生過小孩的 我有一個香港同學 她交了一個19歲的英國女生 她就一直說 那個女生真的是她遇過最單純 最純 最冰淨郁節的女生 她就跟我們說她就是跟她 譬如說跟她在一起之後 就發覺什麼她的乳運啊什麼 就是都是粉色的 她就覺得 她就是一個很單純的小女生 19歲 然後她就說 不像 她說不像我們現在亞洲女生 很多那種 十六七歲就很亂 這樣 然後後來我們 後來我們跟那個英國女生 我們成為朋友 我們跟她聊天 我們就說你那時候 我說你怎麼會想跟這個 香港男生在一起 她就說 因為我沒有跟香港人在一起過 所以我想試試看 她才19歲 然後我們就說 蛤 所以你跟很多個人總在一起過 她就說對啊 但是沒有香港人 所以是真的 我們就說那所以你19歲到現在 你跟幾個人發生過關係 這種東西你知道 很多亞洲人 男生就會有那種刻板印象 覺得這個女生 冰清浴結 全身都好乾淨 然後她就是很單純 然後台灣 不是台灣女生 可是亞洲女生 稍微我們稍微黑一點 黑色素沉澱一點 人家就覺得說 女生好亂喔 就是因為那麼亂 然後才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很不公平的地方 而且你知道白人的女生 以整形來說 她們的刀 比如說開胸部 她可以直接這樣剖開 因為她們不會有疤 可是亞洲人 像亞洲人剖開會有那個 謝祖總 會有 謝祖總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會明顯看到疤 因為我們會色素沉澱 所以亞洲人很不適合 開眼頭就是這樣 因為你開眼頭 你只要不是化妝 這邊就會疤很明顯 可是白人就不會 他們為什麼沒有疤啊 就很奇怪啊 對啊 好好的 對啊 超好的 我想看馬丁去開看看 開哪裡 開天眼是不是 那有沒有什麼先天不足 後天又失調的 各國人不擅長 或是辦不到的事呢 有 OK 就是我們美國人 我覺得我們不太會蹲 但是亞洲人 任何人就可以了 但是我去 我來到亞洲之後 我就去那個百貨公司 然後我用廁所 然後我發現 他們不想我們美國的廁所 就是坐著 你要蹲著 對 但是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困難 我有試過 然後不能一兩秒 就會開始抽筋了 對 真的 不能亞洲蹲是不是 對 亞洲蹲不行 我們是還有蹲式的那一種 除了坐式以外 還有蹲的那一種 你們其他都沒辦法蹲嗎 對啊 可以啊 沒辦法 那大家來蹲看看 大家來蹲看看 好啊 小楊哥應該可以蹲吧 可以啊 可以啊 馬丁蹲得很好啊 馬丁蹲得很有味道耶 江勳你要站中間 你這個是你加分的機會 這個是我的山上嗎 對啊 你的山 鑽長 江勳你 你就應該很會蹲 那江勳 我覺得搞到現在好像在零檢 有沒有 我會啊 對啊 到底哪裡有問題 我的少俠 少俠蹲不下去 我的腳跟沒辦法 不行 腳跟要放下 為什麼安祖也不行啊 但是 安祖不行啊 我只能這樣子 如果再下去我 就會往後了 就會往後了 但我也不行耶 安祖也不行 不可以一點點 但是 就會往後 這是你的腳也要往你 會痛喔 你們都可以耶 因為整個就是一個平衡感 一個平衡 因為你看你爸這樣子 就是兩個放在後面 然後屁股到這樣子也是可以 沒辦法 這個像你剛剛沒辦法這樣 所以就放你的腳歪八 所以就放你的腳歪八 我不行耶 我真的不行啊 我真的沒辦法 阿美蹲 怎麼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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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做效果 絕對你沒有上過那種蹲似的嗎 你在笑什麼 你可以拉褲子 褲子可以拉沒有關係 我不行 蹲不下去 怎麼會這樣子耶 你是扁平足嗎 不是 我是那個阿基里 是肌腱比較短 所以我走路也會一墊一墊的 是喔 對 然後但是蹲下就是 不平衡 腳開一點 這樣就是可以啦 這樣不行啊 這樣也是嗎 兩個女生應該可以吧 女生應該都是可以的啦 可以啦 有啊 不行 可以啊 你看你 舒服的耶 你多像監獄出來的你 幹什麼東西 跳什麼呢 跳 沒有啦 其實未必跟什麼亞洲 歐洲 那個美洲有關耶 竹工有關係啦 就是西方藝人扁平足 比較多 因為他們也是有的可以 有的不行啊 跟竹工啦 對 超自在 大家可以玩手機 可以吃個便當 跟朋友聊個天 對 我沒辦法享受這個 這個我也沒辦法 不要啦 那我覺得就是老天爺真的很公平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郭仲把跑步一直輸給黑衣人 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我是可以做 然後可能比黑衣人還厲害 就是游泳 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時候是放棄了跑步嘛 就開始 游泳我很喜歡 就開始練 練就上映了 就開始真的就是 很認真去練習 然後就開始 練巴西北部的選手 然後就發現了 我第一次得到了冠軍 然後我發現其實 真的好像前面的前三名 都沒有什麼黑衣人 然後繼續一直比比了 快兩三年 基本上都沒有在黑衣人 去游泳比賽 那我覺得真的很奇妙 因為我身邊好多 自己的朋友 他們都是黑衣人 然後就直接問 你為什麼就是 運動 各種運動都很強 那為什麼就是 不去游泳 然後他們就是 給我的理由是 他們很喜歡游泳 可是他們沒有特別 對游泳比賽有興趣 然後我覺得 真的很妙 台灣也是有一個 很有名的是 你們台灣的卡法蘭 這個得不夠獎啊 不知道 又便宜 又好喝 對啊 因為這個兩年以前 2016的時候 他們有 有贏比賽的 對 以前都是 大部分都是 日本的威士忌 還是 蘇格蘭的威士忌會飲 但是這一年是 他們 所以現在很有名 所以每一年我會 賣給我爸爸喝 他非常喜歡 現在可以收這一瓶了 其實在韓國有名的東西 其實之前已經 介紹太多次了 就是比如說鳳梨酥啊 什麼牛炸 牛炸糖 牛炸餅之類的 但是 我今天來介紹的也是酒 但前面兩位介紹的太專業了 我首先要介紹一個 就是我水果啤酒 這個之前有介紹過 所以有點太無聊了 所以我今天來介紹 這個 大家都知道吧 對啊 十八天 對啊 在韓國這個非常有名 現在 對 韓國人來台灣一定會買這個東西回去 但是這個東西 因為這是酒嘛 很重 但是他們不可能買一兩罐就回去 他們就買一整箱回去 把一整箱的那個啤酒 放在新米上回去 然後結果一定會超重啊 我之前有一個親戚啊 就是我有親戚 就是有一個阿姨過來台灣 然後我給他推薦喝這個東西 他說太好喝了 他直接買藝箱 放在他自己的心裡下面 然後我台真的台不動啊 他還是硬要拿走 結果超重 他還是要拿走了 請問一下外國人有喜歡台啤嗎 你們喝了覺得哇 心為天氣 我覺得OK嗎 可是瑞士也有很多好喝的啤酒啊 沒有辦法比 瑞士打叉 他打叉 他喜歡小米酒 金牌 因為我那邊太多種類了 因為追時摻啤酒跟葡萄酒 因為是好多啤酒 那種是泡泡細到 就很好喝 對啊 那警長你喜歡是 金牌 一定要喝金牌 我可以喝好幾個 哇 超好喝 謝謝下一位 可是日本啤酒這麼多耶 可是台灣的啤酒比較清爽的感覺 所以就是可以不小心喝很多那種 那你小心一點嗎 對 很想喝酒 小心一點 日本也有很多那種比較那個 Light的 各種的 各種 或是那個梅有酒精啊什麼什麼 那個 糖質比較低的 那個很多種類 可是那個最近很多台灣 日本朋友都喜歡台灣的那個 剛才他說的那個十八天 那個是在日本也很流行耶 所以你們一直在跟隨日本人的腳步 我們一起喝嘛 總是學我們喔 對 我們一起喝 法國人也喜歡台啤 也會 我覺得就是你來台灣 你一定要喝台啤啊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進台灣啤酒 跟威士忌去 對 去賣 可以喔 我跟你講我覺得很多 美國的啤酒是苦 然後加太多水 對 然後我跟你講我媽媽來這邊 因為我們家那邊都是喝那個 那個Buddweiser 然後跟那個CoreLight之類的 我媽媽來這邊 她如果只要喝酒 她就一定要 那個台灣啤酒 然後她回去美國的時候 跟他們喝酒 她說我跟你們講 你們都沒有 都沒有喝過台灣啤酒 你不能批評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 一定要講喔 神非也愛 南非差不多啊 就是我們的酒 也是比較苦的那種 所以台灣的酒 比較清爽 會比較喝起來 比較適合 那你南非人喜歡買什麼啊 台灣的話 這個南非人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他們來 就會愛上台灣的這種 滷肉飯 滷味啊 牛肉麵 這一種食物的味道嘛 然後他們每次回去南非呢 就會懷念這個 那他們知道我會煮飯 就會問我 怎麼做 可是問題是呢 他們都是那種 很多中藥 中藥的藥材在裡面 去做這個滷汁嘛 所以基本上 在南非是不可能 做出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就會說 可能啊 你不專業 你假廚師什麼的 後來我就想到一個東西 好 因為他們真的很喜歡 我就會推薦這個 這個東西 中藥材滷包 就是滷包 你去中藥行就可以 買一個滷包 這個才十五塊 然後 對啊 而且可以滷一大鍋 這可以帶出鏡喔 這個沒有問題啊 這個是乾燥的 然後 沒有問題啊 對啊 便宜耶 才十五塊 沒有人被抓過啦 沒有問題耶 帶出鏡應該沒問題吧 是你們入鏡 入鏡是OK的 好像新鮮的東西有問題 可是乾燥是什麼 乾貨是沒關係 都沒有問題 美國是肯定是不能帶的啦 因為有時候 有的時候他 因為你沒有辦法跟他們解釋清楚說 每個藥草的功用 然後我們又沒有那個證明 所以他其實是可以沒收 甚至可以就是罰錢 美國不用買 美國現在唐人家一堆 對啊也是很多啊 只是貴一點 嗯 日本人耶 很多人都喜歡那個 來到台灣吃那個滷肉飯之後 真的很喜歡滷肉飯 可是在日本的話 就沒有那個 有一些材料在台灣 在日本買不到 所以不能煮嘛 嗯 所以現在那個 很多日本人都買這個 當個 罐頭啊 對 罐頭 這是滷肉飯 就是一個擺放 放在那個下面就可以吃 對 那你知道有一家 很有名很有名很有名的 什麼張滷肉飯 他有賣料理包 一包的 對 他有賣料理包 所以 對啊 一包 所以你回去加熱 然後一包是四人還六人份的 所以有鬍子的那個鮮 對 他長得很黑的那個 那也OK 是喔 我這樣一個好笑的 我們確實不是有那個 防空洞嗎 避難所在家裡 國家規定是說 我們裡面要有那種 冠狀的 罐頭是不是 對 那這笑點在哪裡 開始講了嗎 就是 就是小米酒喝多了 小米酒 小米酒是不是上頭了 笑點在汗熱 OK 下一位 韓國最近還滿流行這個的 什麼 應該很多人也沒有看 有看過吧 101的 音樂盒 台灣都是景點音樂盒 因為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紅起來 就是很多波羅克來台灣買了 因為台灣這個做得太棒了 然後101附近不是有一個成品嗎 這些那裡很多很多韓國人 為了買這個音樂盒 因為韓國人就比較給 比較喜歡 這做得也太像雷鋒塔了 真的嗎 101 101 還有這個 因為很多韓國人 就比較喜歡給人家看嘛 我有來過這個地方 對啊 對 所以比較喜歡買這個東西 那旁邊還有車子咧 那個有去 然後還有這個 什麼我家 那車子還是乏海開的咧 OK 那個車子會動耶 對 它會繞著圈圈圈 對 它會動 乏海的車不能動是不是 還有這個 阿里山的神木 喔 這個不是應該是 小韓哥未來的家嗎 什麼未來的家 這個是很有紀念價值 其實講到景點 我更 我考驗大家一下 因為這是101嘛 101不是上面有 那個顏色一直換嗎 你知道那個有意義的嗎 我知道 禮拜幾啊 對不起 OK 下一位 真的是台北人 幹東西耶你 真的 難了吧 我以為你們不知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好可愛喔 我們美國人 我們到別的國家 我們一定要找那種 就是很有文化 的那種紀念品 我知道 就代表我有去過這個地方 台灣 你買檳榔回去對不對 沒錯 然後就被摸搜了 沒有 對 檳榔不是吃的 他買辣 好像不行 不然文化還有什麼 衣服 比如說躺裝 喔 對 我記得我在 台灣第一年 我就跟我爸爸說 就是你要什麼東西 他說 我要躺裝 我要一個黑的一個白的 蛤 對 你看 還要買高帽子嗎 你怎麼會去 躺裝跟瘦衣 我沒有買錯 明圈西路買吧 明圈中路買 你知道差別在哪嗎 我不知道 顏色嗎 喔 瘦衣喔 沒有 給我看一下 你到底買什麼 買黑色的 什麼啊 那就一般的 我爸媽去參加那個婚禮的時候 他怎麼穿耶 這不是就夏威夷襯衫衫嗎 你說白的那一套就是隔壁新娘穿的 不是 那哪裡是躺裝 對 那你怎麼不買一些更特別的 一見發財那一套有沒有 暫時停止呼吸那一套啊 他穿去哪裡 很紅啊最近 我剛剛講 剛剛講那個不是開玩笑 他們上次有說老外來 然後喜歡逛那個明圈東那一條 他說有很多的什麼 紫燈 蠟燭啊什麼的 然後所以很怕他們買錯你知道嗎 對 公買去了 而且在台灣你穿這個你可能會說 你是老人家嗎還是什麼 但是我爸爸是穿去婚禮 他是穿去表演音樂 代表他覺得這件事他很珍貴的 對 他就把它當成一個西裝 我沒有騙你 然後後來我媽媽來台灣 然後去年 然後那時候我妹妹已經生她的織女 然後那時候她就買兩個旗袍 一個是專門給她穿在聖誕節的那一天 欸 也不錯 好可愛喔 這個就有文化了嘛 這很可愛 這個好有那個聖誕老公的感覺 對 然後這邊還有那個毛啊什麼的 然後超可愛 然後另外一個是她在她生日的時候穿了 這個好可愛喔 小旗袍跟我媽媽 這個很可愛 改良式旗袍下面做成那個膨裙 你們唐裝跟旗袍的英文要怎麼說 對 就是中國衣服 謝謝 謝謝 就中式衣服啊 對 他們美國人除了買那個唐裝啊 我之前美國朋友來他就說 帶我去買玉 就是他們喜歡玉 他們要這個啊 他們對 他們就說好像很流行 然後長輩喜歡 所以他想要買給他的媽媽 甚至買給女朋友 就會覺得說這個是 就是很有我們文化的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 喔好吧買玉 我也不知道帶他們去哪裡 我就帶他們去那個建國花市旁邊 不是有個玉室嗎 應有盡有隨便你選 而且那個各種價錢都有 然後他們就會問啊 說這個顏色為什麼是這樣子啊 要怎麼挑啊 我一個女孩 我怎麼可能我懂 我說你就挑你喜歡 這是看緣分的 然後他說喔是喔 結果他有時候 那上面不是會有字嗎 就是一些什麼喜氣的字 比如說如意啊 或者是有一些 對 符啊 或者是有一些形狀 有特別 人家會跟你解釋一番說 這特別是什麼意思 然後解釋完之後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翻譯你知道 我就說 我就會這樣說 就叫他們自己挑 就他們通常一個人 都可以買個這樣十幾個 他們說 其實因為在那邊買是便宜的 他們是買回去去這樣送人 不管是那種吊飾啊 或者是手鐲 他們就真的非常的喜歡 因為手鐲現在大概多少錢啊 其實要看耶 我覺得有一些其實可能幾百 幾百塊一兩千塊 我覺得是假的 但是我說實在 我覺得他們也看不懂 妳也滿開心啊 對 看不懂 就買回去啊 就也OK啊 那妳的浴室大概互相抽成多少錢 我沒有耶 但是如果抽成 我會帶他們去我二阿姨的店 他買珠寶 賣喔 他們會喜歡買浴 然後買長妝 一些傳統的東西 對 傳統的東西 想到明星 我那去年的時候 我有新加坡的朋友來的時候 他說 欸 你可以帶我去嘉義嗎 我想說 哇 你第一次來台灣 你怎麼會想去嘉義 然後我說 欸 你是不是有什麼口袋名單 他說 你可以帶我到中正大學嗎 因為我好喜歡流星花園喔 我就這樣看著他 我講說流星花園 是我十幾年前 小時候在看的偶像劇耶 結果他就說 他現在在封這個 喔 天啊 然後他們說 他們還會看很多 就是在 就是我們台灣 可能十幾年前偶像劇 他們現在在看 所以他們來的時候 都會想去找一些那種 拍攝的學校啊 什麼的 各位製作單位 注意了 戲劇不可埋目 真的 因為戲劇可以帶動觀光 真的 我覺得還有台灣 也很愛吃 豆干 就是喝酒的時候 很多人會點那個小豆干的時候 豆干 我覺得 就是我跟朋友去喝酒的時候 他們就是有點這個 這個小菜 我那個時候我沒有吃過那樣的 那個豆干 那我就喝酒 喝到已經半飽 你知道嗎 那我就是我的習慣 就是說我喝那個菜 應該是會讓我繼續想喝酒 可是我發現那個豆干 因為它不夠鹹 它是偏甜 所以就是吃了 吃了之後 我發現就是飽了 然後吃飽之後 沒有辦法繼續喝 可是其他人都有繼續喝 這是我的經驗 這段故事到底是 對啊 就是意思說 它小鳥味啦 很容易吃飽啦 它幾個豆干下去就飽了 酒也喝不下 對 很早信啊 下一位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吃過台灣 也是非常道地的 一定是那個熱炒久久 一定要點的那個 一定要 龍珠一定要點 你們有吃過龍珠嗎 超好吃 而且它也有花生 對 它也有花生 然後它也要炒辣 也是乾辣椒 對 超好吃 然後因為它外面是酥炸 然後它裡面的龍珠是彈牙 是軟的 所以其實非常好吃 那非常下酒 然後我因為自己非常愛 所以我就帶老外去吃 老外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不太敢吃 因為他們以為龍珠是 有什麼狗的眼睛 什麼眼睛 後來我跟它講說 是可能花枝章魚的嘴巴 然後他們就很好奇 因為他們覺得台灣人很厲害 怎麼能連嘴巴 都可以拿 特別拿下來炸 然後他們就吃了以後 就覺得 因為嘴巴沒有什麼特別的怪味道 你不會有什麼腥味 但是又軟又彈牙 所以就是OK 老外都還滿能接受的 龍珠是一定要點的 一定要點 炸龍珠跟臭豆腐有沒有 對 小塊小塊那種 一定要 而且這一道菜是不會失敗 我每次介紹給外國朋友 他們都是一次都會點到兩盤 因為很好吃 你介紹給外國朋友 他們都不會像對面反應這麼冷淡 對 不是 他們沒有想吃龍珠 尤其是有一個皺眉頭 沒有問題是說 你說他看到說以為是狗的眼睛 可能還可 好可怕 沒有那到底是什麼 那個就是那個章魚的嘴巴 花枝的嘴巴 超恐怖耶 你們都沒有吃過龍珠嗎 嘴巴就是肉嗎 你們沒有吃過龍珠 你們沒有吃過龍珠嗎 你們台灣朋友怎麼這樣對待你們 而且龍珠現在一盤好貴喔 裡面就吃了耶 對 賣鹽酥雞的也有賣 賣鹽酥雞的也有龍珠 很好吃 很好吃 椒鹽灑上那個會辣椒鹽 然後大蒜 草花生菜 九層菜 九層菜下去炒也很好吃 但龍珠吃起來其實就是像 魷魚 對 就是魷魚 對 其實就是肉 而且就是魷魚的肉而已 很好吃 而且那配啤酒很絕配耶 我也覺得很好吃 對啊 一定會喜歡 一定會點的啦 對啊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重頭戲囉 那個啤酒的部分 好菜要配好酒啦 我們來吃啤酒 我覺得今天講到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但是一直都沒有啤酒喝 對 那是最奇怪吧 一定要再喝一點吧 然後問酒 就是想要問酒吧 就問我就對嘛 啤酒大人 啤酒大人 我那麼愛喝酒啊 我就是懂酒吧 但是為什麼我也也是 每一次有什麼外國朋友來這邊啊 他們也都會問我說 那這邊到底 就是到底 當地的好喝的酒 到底是什麼吧 然後我就會帶 把他們帶去熱炒店啊 然後喝這個十八天的 十八天一定要 十八天一定要 對 冰冰涼涼 真的 妳終於介紹對東西了 當然 這個是一定要的 然後像 妳知道美國 紐約 有兩個律師 然後他們就是非常喜歡 台灣的啤酒 喜歡他們開了一家公司 為了進口 這些東西 對 超誇張的 對啊 可是因為其實我也是覺得就是 在 不管你是在哪一個國家 其實因為很多的啤酒 都是用海運進口的嘛 那因為其實進口的啤酒啊 會有一點不一樣的味道 因為 因為妳在海運要很長的時間 然後在床上那種 飄來飄去啊 會被變窯啊 那種 然後曬太陽啊什麼 整個味道都會 真的會變質了 所以其實妳要喝最好喝的酒 就是要喝 最在地的 就是很新鮮的 這個才會有好喝的味道 對 然後有一次 我在我家附近的那個熱炒店 跟那邊的老闆聊天 因為我就喝這個台灣的啤酒 我覺得 超好吃 不是吃 對 早好喝 然後我就是把它喝下去 我說為什麼那麼好喝啊 他說其實呢 它是從製作到運送過來 都是低溫保鮮 低溫保鮮 對 然後只要它到 它過期那個時期 它就會守回來 所以妳就是一直喝到 新鮮的 那你們覺得它這個啤酒 跟別的國家的啤酒 有什麼不一樣嗎 對 可以喝喝看啊 你們桌上有很多 好像還有日本的嘛 韓國的 就是歐斯也有啤酒 然後這裡我們也有喝 就像是歐美的 它的味道很重 但是台灣的啤酒 我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它比較新鮮 妳講那個重點 因為很多國外的啤酒 那個很苦 有苦味 有一些男生喜歡 可是像女生 就不會喜歡那個味道 對 可是有一些Light Beer 又太淡 對 沒有香味 對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台灣啤酒 最剛剛好 他們大部分是 就是沒有酒精 Light Beer 它基本 就是因為像是有 它的酒精是零 或是一點多少 就算是沒有感覺妳在喝酒 因為妳喝酒的最重要的是 妳要有感覺 她講到這種點 就是我跟任何的女生 比如說要去舉酒屋 或是熱潮店 在他們都會點這個啤酒 因為通常女生 我遇到很少女生會喝啤酒 但是因為這個有甜味 然後那個泡沫在上面 也是很綿密 對 就是很清爽 超好喝 像這個 這個就是歐美的嘛 這個是歐洲丹麥 丹麥的啤酒 真的就是喝下去 它就是真的會感覺是 真的是有很濃的味道 很重的味道 然後就是 是那種就是比較苦 真的是比較苦 然後像妳說的就是 如果這個沒有不冰了 其實會蠻 就是蠻酷的 蠻酷的 蠻酷的 而且嘴巴會臭臭的 對 可是它就是很有味道 在這樣子 然後很苦 所以很多人可能不喜歡 那另外就是 這是最左邊嘛 那最右邊我們說 就是這個韓國啤酒 那因為這個 其實它是很順口 可是它就是 我覺得有點來不及品嘗了 就是它 因為妳喝一下 然後就是味道就沒了 就感覺就是有點太 就是水 就是會就是 沒有那種享受的 就是 喝很順的 太淡了 就是 對 因為也是要享受一點 就是口味這樣子 韓國人啤酒 是不是就兩大牌子 喝 因為韓國人喝啤酒的時候 不會只有啤酒喝 我們一定是跟燒酒一起喝 所以 你可以 混酒耶 對啦 所以 所以妳也一直說 你們韓國的啤酒做的味道 是可以搭配 對 很搭 所以現在韓國也很 這個十八天很紅 因為它都 等一下 等一下 別人聊得跟真的一樣 你還配得太起來 你自己還帶了兩袋 他笑死了 幹什麼東西 你到底在幹什麼 沒有啊 就是不是啤酒嗎 全世界的啤酒 像一些非常大品牌的 它要保證在每一個國家 味道都要一模一樣 所以它連那個水都有改 可是因為台灣都是在台灣做的 所以它的那個味道很單純 就是真的是正常的水 配它那個麥 然後這是一些正常的過程 你會不會咬太大聲 而且你的牙齒很健康耶 太燙了 現在大家出去都說 每喝十八天熏掉啦 對 我到現在還要那個小麥味 在我嘴巴裡面 甜甜的小麥味 因為像我之前都是 比較喜歡喝日本的啤酒 講真的日本啤酒 也好多種選擇 很多種 但是 也不一定會選到好種啦 比如說 我之前喝這一款啦 這款是 對啊 它是有多餓啦 就是有時候 那個小麥味 就是一下就不見了 然後又帶那個酒精味道 在那個鼻子裡面 然後我不喜歡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比如說 它就是它的後腥很苦 所以你一定要再吃東西 然後就是 這是很不舒服的感覺 就是說它退冰之後 那個苦真的好可怕 對 喝下去那個苦 就會留在那個舌頭上 嘴巴會很臭 孟多先生需要幫你上泡麵了嗎 管理員 沒有下酒菜 剛才那些下酒菜 全部都給他吃好了 需要幫你上拉麵了嗎 我跟你講 真的耶 台灣的斯巴特真的好好喝喔 你在忙什麼 對啊 快樂園簽收快遞 幹嘛喝那麼多耶 喝得像分手一樣耶 它有一陣子 不是只有這個大瓶狀嗎 對 只有在熱炒店才有 對啊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它 然後就是變成是說 我以前就是我要喝這個 那就是因為只有熱炒店才有賣 所以就是要跑去熱炒店 然後那邊就是要喝 然後因為也是只有這種大罐的啊 對 然後我就覺得因為 你如果喝得不夠快啊 因為就是會 就不冰了嘛 然後氣我就會沒了 我覺得這太可惜了 可是現在有耶 在我頭城的那個全臉 也有賣斯巴特 有賣小罐的啊 賈斯汀桌上不是有小罐的那個啊 如果你在家裡 你把它打開對不對 打開嘿 然後呢 在妳的房間炸酸黃瓜 可以這麼說 為什麼 我介紹我那些外國朋友 他們就很愛耶 他們就是我給他們吃的時候 而且他們那個仙草的那個 布丁 仙草洞那個洞很大 就是切比較厚比較大 所以他們吃進去的時候 他們一直以為是像布丁那樣子 可是他說吃下去就滑滑的 涼涼的 然後他們就很喜歡就是 可能吃進去再吐出來的那 就鼻子的那個味道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打嗝 打嗝出來的那個香香的味道 因為他會覺得好像對身體很好 想說你怎麼吃什麼東西都是 嘴巴進去鼻子出來的感覺 不是 我說打嗝的那個氣味 這一種信念 就那種回甘的那種感覺 他們就很愛 相信我們一直這種東西 就有馬來講 就是一個小時候的味道 我記得我那時候20歲 去美國讀書的時候啊 然後我們跑去紐約啊 特別跑去大華超市 去買那個鐵罐裝的仙草蜜 回到我們自己學校那邊去 想說可以慢慢喝這樣 然後我就分給我的一個 國際交換生的同學 好像歐洲不知道哪一個國家就對 然後我就說 那我把它倒出來 我們兩個這樣一人一碗 然後我說在台灣 我們都是用湯匙這樣子喝 他說像喝湯這樣子嗎 他說我就說對 然後呢 我倒出來之後 一看就這樣 嗯 臉就很臭 他說你這個黑黑的是什麼東西 我就說你不要管 他本來就是這個顏色 你喝喝看 而且那時候我還不曉得 仙草蜜的英文應該要怎麼講 然後我看了包裝以後 我跟他講說 他上面寫的是那個 根本不敢吃 對 他說這個人吃吧 你是要賭我吧 我說不是不是 對 是牛吃的 不是 對 他覺得那是牛吃的 我說你喝喝看 他一喝我看不誇張 馬上就吐出來 他說這個跟 有一個草腥味 他不能夠接受 所以他就說 你們台灣人的口味真的好奇怪 不是 就是降火的啊 夏天都冷的涼涼的很好 可能外國朋友比較不理解這個 那還有一個東西也很具代表性 這個可以理解了吧 他非常厲害的點 就是他明明是一個甜點 所以你吃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再吃一個甜點 爽就吃晚餐 但是他其實是豆子做的 所以他不是像很多 我們在義大利買的那種甜點 全部都是糖跟一大堆各種奶油跟 他反而有一份是蛋白質 然後他沒有那麼胖 所以我媽媽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印象 我帶他們去全台灣的東西 他們印象最深刻之一 就是這個 然後我媽媽說 他想要拿那個食譜 他想要在家裡做 他會不會成功 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 基本上這個味道 我覺得非常非常厲害 我們歐洲人真的不知道 怎麼用一些菜 跟一些豆類的東西做甜點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弄 綠豆泵的會配茶 真的是這樣 那很棒 烏龍茶 好棒 香 香噴噴 但是就是有人不喜歡 美食厭惡 對不起 OK 第一個是 我覺得還OK 這個我還可以接受 但是我覺得要配我的牛奶 是我的咖啡 但是第一個是綠豆 怎麼 綠豆 不是水果嗎 綠豆 綠豆不是水果 不是電的東西 綠豆是甜的東西 不是鹹的東西 綠豆是甜的東西 綠豆是甜的東西 看你怎麼煮 我們是吃綠豆 跟肉跟什麼 像紅豆一樣 看你怎麼煮 我們在西方 通常我們煮這個綠豆 會用鹹的 都沒有鹹 也沒有甜 但是它也可以甜 然後 還OK 有一點感 但是我老婆也是喜歡賣的 所以她買的時候 這個在我們家裡 也是還滿安全 因為我可能 我的小朋友 她買的也是買鳳梨酥 所以我們比較喜歡買鳳梨酥 如果有選字 當然我會選鳳梨酥的 那是說 台灣這麼多東西 你都不喜歡 你到底在台灣都在吃什麼 沒有 這個東西 因為你給我吃的東西 我非常喜歡台灣菜 OK 我剛剛有說做豆腐以外 你們台灣菜我非常的喜歡 但是 你們的甜點 I'm sorry 不是甜點 其實 法國人對甜點他們是很驕傲 顏色也是怪怪的 我要拿這本書跟你們分享 這是法國甜點的聖經 這是他們法國一家出版社 專門出來 就是 它專門是出百科全書的那一種 然後這裡面有超過100道的 法國傳統甜點 我必須說啦 照片真的很漂亮 但是好不好吃 我覺得還是要看個人 對啊 我也覺得法國甜點其實甜到過頭 對 真的 可是你會看到說 其實你在講台灣的那個甜點 有時候看起來好奇怪 我有時候有會覺得 法國甜點看起來有點無聊 因為都是烤的都是咖啡色 或是說一些你看 白白的 大概就是都這種顏色 還是欣賞一下台灣的啦 有很多顏色 馬卡龍顏色有很多顏色 馬卡龍顏色 現在我們很餓喔 馬卡龍顏色 這個很想吃的 色素啊 色素糖 你現在要互相傷害了是不是 除了以上說的這一些之外 台灣還有個古早味 也是我小時候最愛的 菜薄餅 我現在還會去那種 為什麼要買那個菜薄餅 好好吃喔 鹹甜 好香喔 菜薄餅你們有吃過嗎 有 有 這個我也推 佩德羅推的 對 我對這個也是很有感情的 因為這個甜點讓我發現 你有拔了誰吃了它嗎 不是 這是我的一個健身朋友 請我去他家過年嘛 說我要試試看台灣過年的那個家常料理 那他第一個拿出來就是那個菜薄餅 然後問我說你們西班牙有這個零食嗎 我看到就覺得說好面熟 我想說不會吧 跟我們 跟我的家鄉加利西亞的長得一模一樣 就是這個 一模一樣 很像啦 就是我們 你看看起來是甜的耶 這是甜的 對 這菜薄餅是鹹的耶 也是有 有一點甜吧 是甜在中間吧 不好意思 你可能吃錯東西了 下一位 你看那個口感跟看樣子 通常沒有那麼多糖啦 但是真的長得很香 可是應該是說菜薄餅它是鹹的 可是你攪到最後 你的口水跟那個麵衣加在一起 就變甜甜的 對 而且那個就是長相 這個照片不準 但是真的很像我們家利西亞的那個 叫Olejas 就是剛剛說 Olejas 我小時候跟我爸會手工的做 所以很有感情的 對這個東西 那個時候覺得 心耐OK嗎 這個你也是推嘛 我覺得非常好吃 但是吃起來沒什麼味道 就是酥酥鹹鹹的 什麼 很普通道 我覺得OK 但吃起來沒什麼味道 很客氣耶 好笑 然後看電視的時候 就覺得我為什麼不知道 停不下來 一直想吃 你看... 賈斯汀現在有在國務紀念館 餵魚的感覺 因為後面這樣 一直在吃 一直在吃 Pedro剛剛看我這樣 好吃喔 你們喜歡 這個超... 這個有味道啊 你為什麼想要吃啊 你給它 而且你知道菜脯餅啊 好吃跟不好吃差很多 真的 因為菜脯餅有好吃的 還會有加那個胡椒粉 對 好香喔 這個就是有加 這個就是有那個胡椒粉的味道 而且我跟你講 有一點點辣啊 嗆嗆 我跟你講這些台灣的料理啊 我都很喜歡 它就是少一個東西才會更好 我跟你講 我們在美國 我們有那個酸辣湯 或是混沌湯對不對 然後都會配一種餅乾啦 然後... 對 我們都有一種餅乾 在中式餐廳 那個是炸混沌皮啦 在美國那個 沒錯 所以我們那個東西就會放進 欸 等一下我還要用一點啦 嗯 嘿 我的故事還沒講完 我跟妳講 沒關係 嘿 好... 那我們進行下一個 欸 我才剛回來了 沒有 因為這個就是很像那個... 那個混沌皮 炸混沌皮啊 炸混沌皮啊 我們都會放在糖裡面 所以我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個很好吃 嗯 但是我覺得你們的湯 太清淡 所以我就 我吃到這東西的時候 我到外面買了一個酸辣湯 我要給妳看 妳買一個酸辣湯 然後把菜脯餅放在裡面 超奇怪的 哇 這個... 這個我們在國外會這樣做耶 只有妳吧 比如說那個... 那個... 雞肉麵湯 喔 你會加那個餅乾啊 鮮的餅乾 都會加在裡面 然後妳再給它幾分鐘 它不會那麼脆 它會有一點點軟 然後一點點脆 然後還有這個鹹的味道 那妳有沒有覺得 直接撒胡椒粉比較快 對 會不會... 這個紙的圖比較薄 不是嘛 嬴正 剛剛就已經講說換下一位啦 下一位 其實我有給我的外國朋友吃過 他們沒有很喜歡 因為菜脯餅真的好吃的 到最後會有那個... 有點那個臭鋪臭鋪味 真的嗎 就是有點像衣... 就是有點像... 他說很像他奶奶衣櫥的味道 我也... 他舔過他奶奶衣櫥的味道 不是 他是打開耶 就是打開菜脯餅 其實如果真的是... 是一個復古的味道 對...都很復古 菜脯餅本身就是一個復古的零食 對啊 所以會有那個味道 所以他個人就沒有很喜歡 可是菜脯餅這件事情 在我生第二胎的時候 我真的是... 客翻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就老二就很... 我們家妹妹就... 我在生他的時候 就一直在吃菜脯餅 我就請我老公拜託他 去搜刮所有的菜脯餅 然後買到後來店家就是都... 一個禮拜會幫我留兩大包這樣子 開心耶 是那種工整包喔 不是那種外面 是那種大的工整包那種... 天啊 吃就吃 所以剛剛... 你們要不要試試看 不用謝謝 你剛剛大家搶購的這個方式 那個情形 大家應該都很愛吃菜脯餅吧 OK嘛 除了我們角落的 你又不喜歡 又怎麼了 又怎麼了 你真的很難搞耶 Janda you call it a dessert 它是零食 它是比較養育品 不是養育品 今天是古早味 不是... 古早味... 不是甜甜喔 OK 但是... 你有點拉拉的 有胡椒 你有拉又退 我們沒有拉的東西啦 對不起 快快的 我真心覺得你可在台灣真的很幸福 活不下 第一天才發現為什麼法國人那麼難相處 怎麼會這樣 但五指頭好像也沒有賣 有好多喔 日本人的話一定會喜歡的 是不是 對啊 所以是小百合你推薦的嘛 對不對 我非常推薦的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是台灣朋友說 這個掛包就是台灣式的漢堡 你吃吃看 對 我自己覺得... 我真的很好吃 比那個一般美式的漢堡更好吃 什麼 她真心 你不可以跟夢多講這句話 她會氣死 她很愛漢堡 所以我以後就... 帶外國朋友來台灣的時候 都介紹這個 大家都說 台灣式的漢堡還是比較好吃 你看掛包 尬珍珠奶茶 在英國賣得下下叫 他們賣得超時尚的 對 賣得超時尚的 而且很貴 還開飯店呢 是不是 我也覺得掛包應該是外國人都會喜歡的 像公館有一家我每次跟佩德羅去 我們一定會猜拳 你沒有別的朋友嗎 沒有我朋友好像 很明顯的朋友 就那一個而已 我也在尋找新朋友 有人願意嗎 是...加油... 反正我們跟佩德羅去 一定會猜拳 贏的人排掛包 輸的人去排他對面的那個... 壯奶 那個壯奶 那一堂子 清花... 清花壯奶 完全是好的套餐 而且像這個掛包 剛剛VCL有說太油膩什麼的 可是公館那個 你其實可以挑他的肥肉的含量 可以是瘦肉 瘦偏肥 每邊瘦 可是掛包就是要吃肥 但是有一點肥肉 肥瘦相煎才好吃 老闆會問 老闆會問 他有 他直接就有賣的 他有寫在菜單上 所以像台灣人喜歡肥一點 或帶肥 可是外國人會覺得... 太油 太油了 口感不好 這個南非有類似的嗎 沒有 但是如果我解釋 我會說是... 類似台灣人拉豬肉 拉豬肉 對啊 就是那個BBQ醬燉三小時 再去把它拉到 所以你們應該都有 在今天之前都有吃過掛包 有吃過 所以你覺得你們國家的人 都可以接受嗎 沒有 沒有 因為除了那個體質外 對不起 除了那個體質外 我們很有層次感 它又花生是甜的 肉是肥的 香菜是... 酸的 所以我們比較沒有辦法 接受這種甜甜酸酸鹹鹹 我們不知道什麼東西 是 太多滋味在這裡 太複雜了 美國人 我覺得美國人的問題是在... 好 那個豬肉OK啦 皮OK 那個香菜OK 可以接受啦 對啊 都滿喜歡啦 然後花生粉OK啦 但是那個酸菜 不行 所以... 我不能... 因為像... 像我們常常吃那個德國酸菜 那個德國酸菜 真的是一個酸菜 但是台灣人會帶一... 甜... 甜... 然後有時候苦苦的 就是... 那牛肉麵... 你加酸菜嗎 我不加 你沒辦法接受 可是我在最近看到 一個花蓮的夜市裡面 就是台灣的直播一樣 就是像這個掛包 然後裡面可以不要酸菜 可以選擇裡面 要加什麼菜 有... 我覺得這個大家都會先菜 好客氣化 對啊 有些人沒辦法接受嘛 魚熊哦 除了香菜以外都可以 我上一次就是 帶我韓國朋友去吃 然後我忘了他們 可能不太接受香菜 所以這一個他立刻吐出來 他就... 好 出發 他沒有辦法接受香菜 韓國人對香菜這塊真的是 不要說刮包 那個大腸麵線 不小心香菜加進去 他整碗不吃 所以飄調也不行 他說那個味道就已經在那個裡頭 沒錯 我只好重新買了一份再給你 所以你們韓國人是有一種 怕香菜基因是不是 我們有時候有香菜的東西的話 一個人把全部那個 把另外一個反擊 還有我們今天倒數都不輸的人 是懲罰 香菜真的是懲罰道具 這跟我們喝苦茶是一樣意思 是 那以後他們的球隊如果來的話 我們就把香菜放在他們的火星 好壞 你為什麼這麼壞 就好想贏韓國不行 好 來 第二名是 黑糖青蛙狀 這不會有人不喜歡的 這全世界都喜歡吧 而且以前只有青蛙狀奶 現在又來黑糖加奶 最近好流行黑糖喔 對 有什麼東西都要加黑糖 對啊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些老外 喝了黑糖青蛙狀奶的狀況 如果天天不太熱 我會喝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像甜蜜 那是在天 OK 所以晚上這個 確實在 他說如果就是過了一張天 然後就是到網上的時候 他一定會選擇我們的黑糖的蟑豬 因為他覺得好像個甜點 我們用黑糖青蛙 這是黑糖青蛙狀奶 我們今天試過 對 所以我現在只有黑糖青蛙 了解 這是他們來台灣的第一次喝的奶茶 因為這是黑糖的奶茶 對 所以他們就是沒有辦法做比較 最好喝的 反正就最好喝的 現在流行的黑糖珍珠奶茶 有沒有 黑糖青蛙狀奶 狀奶 現在好像很多飲品 都要跟黑糖咬在一起 對啊 對 在流行啊 這個是賀少侠推薦的 真的假的 那我覺得最好喝的就是熱的時候 就是它的牛奶是冷的 剛出爐 那個珍珠是熱的 珍珠很冷 那個雙肘 珍珠也有剛出爐嗎 珍珠特別Q 對 有一些珍珠是剛出爐 然後你撈下去 你還沒有搖雲的時候 下面是熱的 然後上面茶是冷的 這個超飽 超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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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感覺就像是 你到了素食店 他剛好買到一批 現炸起來的薯條 炸薯條 炸薯條 真的好好吃 真的 瑤瑤妳會推薦嗎 之前有個行男 他叫李正仁 他也是我的朋友 但是這個東西真的是他推薦我的 因為他是讀那個台大 這到底哪一家 這公館啊 就是那個掛包對面吧 對 有沒有 全身 對 就那一家 因為其實我沒有喝過 他就一直跟我講說 那個什麼 他有喝過台灣最好喝的珍珠奶茶 但我心想 台灣最好喝 真的還假的 我心想其實珍珠奶茶就是珍珠奶茶 結果他帶我一去 我就說這個其實 我覺得它不應該算是珍珠奶茶 因為像一般連鎖店的珍珠奶茶 老師說它的珍珠就是 其實沒有什麼太多的 但是很軟 QQ的 對 就沒有那麼Q 然後其實甜味也不大 對 然後因為一般的珍珠奶茶 然後他就是放那個奶精粉這樣搖搖搖 對 所以喝這個就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好喝的 我覺得 要是下次 我有其他朋友來 他們想喝珍珠奶茶 我反而會推薦他們喝這個 因為我第一次喝就是喝他講的那一家 就是在大學口那一家 就是非常有名的珍珠狀奶 公館 所以變得是我的出發點 我就覺得 因為他家太好喝了 以後我喝到有的就是很不OK的 珍珠太硬 然後或者是沒有味道的 有的珍珠真的 我覺得它這樣怎麼可以出來騙錢 會有那種深水味 對 深水 真的 因為你不常喝這種東西 有的珍珠是會有那種深深的那種深水味道 就 它煮的過程就不對 它一定就是用一般的水煮了 對 感覺它調的味道不對 用深水味 然後吃起來那個珍珠又太軟 就很失敗 那這一家是真的很厲害 你任何時間去永遠大排長龍 真的假 非常厲害 這家每天都在排隊 對 漂亮 小禎姐我也可不可以真心推薦另外一家 我也覺得非常非常好喝 好 它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它叫做一品之軒 反正就是有軒這個字 它不是連鎖的 它只有一家 然後它是在東門 不是有很多吃的嗎 最 就是走到底 有一個紅綠燈 你過馬路它就在角落 那他們特別之處在哪兒呢 他們連那個珍珠 他們自己手工做的 然後也是跟這家一樣 是用黑湯去煮得非常非常好吃 你們可以去吃看看 真的 聽起來就很特別 對 真的 我也很喜歡這種青蛙裝飾 因為我 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喝 就愛上台灣了 真的這樣說 因為那種很多 我喝過很多有名店的珍珠奶茶 可是這種黑湯的裝飾 是真的有一點古早味 對 然後我媽媽來台灣的時候 媽媽不太喜歡那個手藥的飲料 因為那個無糖也是有點 還是有點甜嘛 對 所以不太喜歡 可是帶她去那邊喝 她驚訝地說 怎麼這麼好喝 那個黑糖的甜是可以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最最最最最推薦的第一名 會是什麼 老外國朋友最推薦的是 蛤 有這種東西 這家超好吃 那是什麼 那家從他還沒排隊 沒吃過 吃到現在我都排不到 真的假的 老吴這是什麼 這是寧夏夜市的一個蛋黃餅 就是它外面炸的酥酥 因為它現在可能是冷掉了 我去了一百次都沒吃過 那個太好吃了 我們兩個居然都沒吃過 寧夏夜市在寧夏夜市 寧夏夜市不就阿婆飯糰嗎 沒有 不是啦 還有兒肉蜜蜜跟湯 還有什麼 還有雞啊 那個炮排場的意思 他們會排到繞到旁邊去 就是這一家 我們來看一下VCR 我們來看一下 跟大家試一下 他們說芋頭在菲律賓 是非常有名的 他們說芋頭在菲律賓 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它是不同的 你喜歡嗎 我們喜歡 我們喜歡 好嗎 我們準備好 我們準備好不同 我們準備好肉 肉 他們是用 他們不是用煮的 他們是用生的 生的芋頭 來創備這個食物 所以他們覺得我們的 這個做法 就是非常有特色 這是一個新的想法 他說是一個非常新的想法 對他來說是很新鮮的 有沒意見嗎 這外紀是會很新的 他們不知道芋頭是什麼 我先給他們看照片 可以 像芋片 可以嗎 可以 是第一次試試嗎 對 他們的第一次 是這個芋頭的 所以你喜歡嗎 我喜歡那些 你看他的表情 你看你在台灣嗎 沒有 第一次吃芋頭 是你的第一次 是 他說他第一次吃芋頭的 所以它味道如何 是甜的 所以它就是甜的 你喜歡它嗎 對 甜的應該是甜的 哦 他說那個奶茶的甜度 就是應該要像這樣這麼的甜 OK 所以你覺得印度人們會喜歡這個嗎 是啊 那義大利早餐是吃什麼 其實我們義大利這個早餐的文化 我們喝要麼是牛奶 要麼是咖啡 要麼是牛奶加咖啡 要麼是咖啡加牛奶 對 你真是有用力嗎 就是說我早餐吃番茄炒蛋 或蛋炒番茄或是蛋起 不是 番茄蛋花湯這樣 沒有 你們不要笑我 你剛剛在逼死誰 沒有 你們不要笑我 男生了幾次 那個比例是不一樣 而且我們有一個不同的名字 如果你是咖啡加牛奶 那個叫做咖啡牛奶 如果你是牛奶加咖啡 牛奶咖啡 不是 那個就是髒髒的牛奶 髒髒的牛奶 對 因為意思是 如果你沒有辦法接受喝太多的咖啡 你就加幾滴咖啡 那個牛奶不是變得髒髒的嗎 咖啡式的那就是髒髒牛奶 咖啡味的牛奶 對 就這個意思 可是我們意大利文說 誰這麼無聊去想出這個髒髒的牛奶 拜託 我們是咖啡的文化耶 對不對 意大利咖啡最懂 雖然他們最會喝 但是我們最會發明各式各樣的咖啡 對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飲料就是紅茶 可是我們意大利說真的不太懂什麼茶葉嘛 所以我們都是立成茶包 然後一定是紅茶 我告訴你我第一次 這一輩子第一次喝到綠茶是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也是 所以意大利都是紅茶 而且呢 一定要搭那個檸檬片 這樣子 那後來我們吃什麼呢 通常我們都吃三片餅乾 一定是要三片喔 如果你吃四片的話是太肥了 像我小時候我每天早上我會吃十片 哇塞 然後我媽媽都會冒喔 什麼樣的餅乾 就是乾乾的 然後裡面有巧克力豆這樣子 就是很小的餅乾 就是像他說的那個Biscuit 然後呢 除非如果你不想要吃餅乾的話 可以吃麥片 我們也有麥片 那是吃非常不健康的那一種 它有加很多糖 就是 對 然後 還有什麼呢 那基本上我們在意大利跟他們一樣 我們都是吃甜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剛剛說那個糖粉會爆高對不對 就是 因為你需要糖粉你才會有精神 如果早餐我們吃 我們會覺得很噁心 我們肚子會不舒服 我告訴你剛剛那個誰 那個 Justin他說到他們要喝粥 義大利有很多人說 這不是我說的 有很多義大利人說 早上寧願吃小狗的口水 也不要喝粥 哪有 因為我們覺得粥是非常非常噁心的一件事 只有病人 而且病得很嚴重的人才會吃粥 你們現在講的粥 小吃丁就是病得很嚴重啊 你們現在講的粥是那一種 像台灣青粥 還是像燕麥粥 這要吃有哪一種濃稠的那一種口感 我們都不敢喝 濕濕黏黏的就不喜歡 沒有 不行 也不行 所以基本上是說 我們一定要吃甜的 像前幾個禮拜 我們在出外景的時候 我偷偷去7-11 我買那個巧克力片嘛 然後我就賣香蕉 我這樣在車場吃一吃 然後我們到了早餐店 工作人員跟我說 佳德 你要不要吃早餐 我說 那個是吃甜點 那常常是早餐 但好像台灣人 就沒有辦法接受吃甜的就吃飽 很少 這樣子 那我們一定是吃甜的 因為其實 那你們血糖都不會很不舒服嗎 會啊 會 我們很多糖尿病的人 會有多不舒服呢 導播 你看肚力就知道了 肚力有多不舒服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不是說都吃甜的嘛 對不對 很多義大利人如果要減肥的話 會怎麼辦呢 去英國 因為英國早餐 沒有很多甜的東西 那我們看到那麼多鮮的 我們都不敢吃 連續八天 我們什麼都不吃 就雖然會瘦 這是什麼 什麼意思 我沒有開玩笑 我告訴你 我吃三歲的時候 你知道我快要八十公斤 我第一次去英國 一個禮拜我瘦了八公斤 因為我什麼都沒吃 什麼都沒有 好 沒關係 我們聊到現在呢 是 大家已經有點情緒囉 我們也... 是的 所以我們要來趕快探討一下 各國代表隊推薦 哪一些台式的早餐 一樣囉 就是由他們來推薦 那台式早餐 如果他們有朋友來了 他們一定會推薦 什麼樣台式早餐給他們吃 我們來先看一下第三名 最喜歡的第三名 我們最喜歡的第三名 那就是... 你今天跟著板子到底有什麼 鹹味耶 它其實可以固定 是小百合推薦的 鹹味剛剛不是有誰罵什麼 生病才喝 小家的喝水 義大利的朋友不心理 吃口水 可是在日本也是 那個... 所以日本的粥 都是一個白飯來做的粥 白白的 對... 然後只有放那個一點點的鹽巴 或者是... 烏米缸 一顆那個... 烏米缸放 這樣吃 台灣有很多種耶 還有那個什麼 芋頭 肉絲鹹味 對 會加香菇的那一種 喔我的天啊 不要太香了 還有很新的 很多很多的鹹粥 天啊 所以我來台灣那個 吃到鹹粥的時候 特別開心 真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街頭的VCR啦 I like to eat cereal and this reminds me a bit of cereal All right 他是一個喜歡吃麥片的人 然後挪威有類似這種粥 There's more flavor to it Right More in it It's a salt here I like salt All right 那因為他覺得 鹹粥裡面有很多小驚喜 有一些油條 有一些淡一些菜 然後還有那個肉羹 所以他很喜歡鹹粥 How's that This is good That's good Yeah In Sweden you usually eat Pourridge for breakfast All right 粥就是把飯煮到比較爛 那有一點點像在吃麥片的感覺 所以對他來說 是比較可以接受的口感 I think it tastes like 台灣的食物 他覺得 鹹粥很有台灣的味道 所以他比較喜歡鹹粥 鹹粥其他的型男朋友 有試過嗎 有 有 我跟妳講 有一次我請家瑛出外景 早上四點半賣到六點 六點一定賣完了 對 那麼早 怎麼可以吃那麼鹹 那麼中口味 我真的 好淡 有很鹹嗎 不會 那你們真的沒有吃到厲害的 我跟你講我有一個香港朋友 他真的是很強 因為他是香港的 美食節目主持人 然後有一次他就來台灣 就說陪我一起去吃早餐 我說好啊好啊 結果我們去吃早餐的地方 居然是在幫嘎 然後我想說幫嘎 其實我是在那邊長大的 然後那邊就早餐 能有什麼早餐可以吃 就喝豆漿 沒想到他帶我去吃山水市場 那邊有一家 肉粥 因為這個真的是 只有北部人才會吃的 就是會把這個豬肉呢 豬肉片可能會稍微的醃一下之後 然後熬高湯 然後再把米放進去 它不是煮那種很爛的 是有一點一粒粒的 亮亮的那樣子口感的 然後上面會撒很多的芹菜豬之後 你再依照你自己喜歡的口味 我現在都在流口水 好好吃 我這樣太想甜了 你再撒一些白胡椒粉 好香之外 你可以選黑白切 比如說什麼油豆腐啊 然後呢你不能夠錯 紅糟肉啊 胖羞啊 一定要 給更啊 對 筍絲 對嘛 好好吃喔 是香港朋友帶我去吃 我說你怎麼會吃到這一家 我說這個是 尤其是台北人 在家裡面從小阿嬤就會煮來吃 在芭嘎喔 對 在芭嘎那邊 現在其實已經很少找得到 但是芭嘎有很道地的口味 哇 他說讚 他說他只要帶朋友來台灣玩 一定第一站就先來吃這個早餐 下次給你吃看 這個才叫做粥 對 對啊 欸 我跟你講 這個粥我覺得非常好吃 我跟你講 我第一次在台灣 廠胃眼圍 那時候的朋友也是買了一個粥 要給我吃 然後我第一次吃我覺得 沒有很喜歡欸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很淡 就是一般的稀飯那種粥 他是買青粥那種 對 青粥 但是他第二次 就是同一天 就是下午的時候 他就買了一個鹹粥 我就叫他再回來再買一碗 所以你也喜歡一個鹹粥 好 突然就沒有很不舒服 像我也是美國的朋友 帶他去吃鹹粥 但我是VANGA 但不知道是不是你講的那一家 可是他也是有炸的那個 紅燒肉 粥家 然後 對 中進 同一家 好好吃 原來是沒有名 而且他五點半就開始賣了 開始準備了 早上 他非常早 然後我們就帶朋友去吃 然後他是一個非常 就是一般很傳統 很破破小小的店 可是那個時候一早上 已經生意非常好 人超多的 然後我朋友一吃 他覺得他那個炸的那個紅燒肉 外面炸得酥脆脆 然後裡面那個油油的一咬下去 他會覺得 他跟我說 他覺得比培根還好吃 他覺得比美國的培根還好吃 因為非常的香 然後再配上他的小菜 他說 他第一次吃到 因為我要帶他去吃粥的時候 我們幾個朋友 他想像的粥 他以為是像麥片粥 這種東西 可是他沒有想到會是鹹的 而且口味這麼重這麼高 現在我們剛剛講的 想吃成這樣 現場就有粥啦 怎麼可能 天性 我覺得我這一碗 我可以送給你了 就是你不愛吃粥 你第一次會把你的食物送給別人 我覺得你們真的有一個很大的錯誤 這個是可以吃 但是早上完全不適合 對 這個不是早餐吃的 這是早餐吃的 不知道 我承認是我們的問題 因為像我去過東南亞很多國家 他們早上也吃了很多這種口味的湯 所以可能是我們歐洲沒有習慣 但是 但是我覺得還滿香的啦 因為現在是晚餐 我覺得對啊 就是做午餐或晚餐是比較適合的 可是這個其實跟我們的文化 有一些關係 因為像我們剛剛在講邦嘎那一帶 它旁邊以前是台北港港口嘛 所以你會有很多 做工人 工人 工人 對 很早的 出眾工作的 對 所以他們一定要吃像這樣子 有油 有肉 有飯 有澱粉 對 沒錯 他們才能夠保持體力 才有力氣 我覺得這碗在旁邊放一個 果醬吐司跟太陽蛋 不搭 不搭 什麼不搭 不搭 感覺好好吃耶 像我那個日本朋友來台灣 我是那時候是在留學的時候 然後朋友是來台灣兩個禮拜的研修 他那個晚上每天吃那個小籠包 火鍋有點油膩 所以他叫一個比較清淡的東西 我就那個推薦給他這個鹹粥 他後來兩個禮拜每天早上吃這個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要動動手指就可以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喔 記得要按下鈴鐺讓你收看最新的影片喔 如果還看不過癮的話 記得去點選這邊影片喔